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各位表演者大家好,又欢迎来到我们HERICH的万表教室。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功能是大日期跟Power Reserve。 讲到大日期就会提到,大概在上世纪末的90年代的时候,德国格拉苏蒂的一个字表功能又再度兴起。 来自格拉苏蒂区的这两大品牌,包含阿拉恩恵跟格拉苏蒂 都不由而同推出了大日期的万表,所以造成大日期的功能又再次轰动了起来。 所谓大日期功能,在英文里面我们称之为Big Day,它本身不是只有日期特别大,它的一个特殊是用两个圆盘,特别去显示日期的十位数跟各位数两个数字。 所以它跟一般我们讲的一个盘,显示31天日期的一个显示方法是不一样的。它是十位数跟各位数是由两个圆盘来组成。 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度就比一般的日期腕表高了非常的多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这几支的大日期腕表可以看到 都是来自瑞士的Orology这个品牌 那首先左边这一支采用的透明面盘这一支是Array 那其实这个Array的这样子的一个透明面盘的一个结构 就可以让你非常的清楚看到 它的一个大日期是由两个圆盘所组成的 而且它本身是采用顺跳的一个大日期的结构 也代表说它在12点钟的时候会瞬间去做一个跳动的一个显示 那另外一支呢这一支Attack也是采用大日期的一个显示方式 那这支表跟刚才的Array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本身是采用小秒针 那两支表都有所谓有Power Reserve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跟大家介绍Power Reserve Power Reserve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Power Reserve可以提醒说你这支腕表 它本身所剩余的作用时间 就是它所谓的运转时间还多长 那一般来讲呢会随着腕表 不同的腕表呢 它的一个时间的长度去做不同的显示 那像这一支Attack它本身是用不同的颜色 来显示目前动力储存的晴蹄 例如呢蓝色代表说它动力很足够 那红色呢代表说它的一个动力不够 那像这个隔壁这个Omnium则是用它的一个动力的一个大跟小 有点类似油箱的装置来跟大家做写实的功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简单介绍这个大字节跟Power Reserve 非常欢迎谢谢各位的收看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